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信实中这次被砸的不光是日本车 有一位爱国青年就在网上说 我就抵制日货怎么了 我刚把楼下的30汽车标志给拔了下来 但是大哥您看一下 您拔的还真不是30是分屎德国车 不过爱国青年们在打砸警车的过程中 竟然会有意外的收获 他们查查出毛台酒三瓶 红酒一瓶 软庄浮中王六条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之后 心不要说中国人损失了30多个亿 9月17号 网友就在微博透露说 由于众多日系车被损毁 失去维修价值 保险公司又只能更换同款车型 市场需求走然增大 货源供应不足 日本汽车联合会的主席 今天下午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 已经在全球市场紧急启动市场调费 忧心保证中国内地的获延需求 这不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吗 好 谢谢大家 今天的微视频就到这里